1. 打开电炒锅手动电源加热启动 打开进料开关 温控仪调到180度左右 炒到设定温度出亮 炒料出篮后放置排烟机内 油料凉至140度左右 倒入液压机内 1,15至20分钟 打开液压机加热电源 温度调到80度左右 将炒好的油料倒入炸笼中 放上过滤电 盖上盖板 盖上上顶板 抬起泄油法压干 打开上升开关 出油 压干放下 打开上开 打开 seriously 冷rei 打开 融化 的